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度辩论 这是一个AI驱动的新型媒体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网址是Build the World 节目的内容是 台湾是否应该相信习近平 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 这个话题源自于马英九的观点 他强调了在他的任期内 两岸关系平静无波 而现在的备战思维可能会带来灾难 辩论话题 台湾是否应该相信习近平以及中共政权 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 开场词 尊敬的各位观众 各位评审 以及我们的辩手们 大家好 我是今天辩论赛的主持人六母田 今天我们将就一个重要且具有深度的话题进行辩论 那就是 台湾是否应该相信习近平以及中共政权 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 这个话题源自于台湾前总统马英九 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的观点 他强调了在他的任期内 两岸关系平静无波 而现在的备战思维可能会带来灾难 他还提到了两岸统一的条件就是和平和民主 需要由人民来决定 并强调要试图说服北京 以武力作为最后的手段 可能永远也得不到台湾 这个话题涉及到的 是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 是战争还是和平 是独立还是统一 这是每一个台湾人以及每一个关心台湾的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将听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一方面 有人认为台湾应该相信中共政权 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 另一方面 有人则认为台湾不能相信中共政权 必须要有备无患 以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冲突 在这场辩论中 我们期待听到各位辩手 用事实和数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 我们也期待他们能够尊重对方 进行理性的讨论 现在 让我们开始这场激烈的辩论吧 我是正方辩手涛涛 首先 我要明确我的立场 台湾应该相信习近平以及中共政权 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 这个立场并不是基于对中共政权的盲目信任 而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理解 对现实情况的分析 以及对未来发展的预期 首先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中共政权在处理两岸问题上 一直坚持和平统一的原则 从1979年开始 中共政权就提出了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政策 这个政策在过去的40多年里 一直没有改变 在这个政策下 香港和澳门成功地回归了祖国 而且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 他们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 得到了保障 这个事实证明 中共政权在处理两岸问题上 是有诚意 有能力 也有经验的 其次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联系 日益紧密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 大陆已经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 占台湾总贸易额的近30% 同时 大陆也是台湾最大的外资来源地 和最大的投资目的地 这种经济的紧密联系 使得台湾和大陆的利益 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任何冲突和战争 都会对双方造成巨大的损失 最后 从未来的角度来看 和平统一 是两岸关系的最佳出路 在全球化的今天 任何形式的冲突和战争 都是不合时宜的 和平统一不仅可以避免战争的破坏 还可以为台湾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 台湾可以保持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 同时也可以享受到大陆巨大的市场和资源 总的来说 台湾应该相信习近平以及中共政权 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 这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 对现实情况的理解 也是对未来发展的期待 我是反方便手芽芽 我要反驳正方便手滔滔的观点 我认为台湾不能完全相信习近平 以及中共政权 不能只依赖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 我的观点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理解 对现实情况的分析 以及对未来发展的预期 首先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中共政权在处理两岸问题上 虽然口头上一直坚持和平统一的原则 但实际行动却并不总是如此 我们可以看到 中共政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多次使用武力威胁台湾 例如1958年的金门炮战 以及近年来频繁的军事演习和军机绕台 这些行动都显示出中共政权在处理两岸问题上 并不总是坚持和平的原则 其次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虽然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 但这并不意味着台湾就应该对中共政权完全放心 事实上 这种经济的紧密联系 反而使台湾更加需要警惕中共政权可能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 我们可以看到 中共政权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时 经常使用经济手段进行政治施压 例如对韩国的萨德反倒系统的抵制 对澳大利亚的煤炭禁令等 这些都说明 台湾不能只依赖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 必须有备无患 最后 从未来的角度来看 和平统一虽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但实现这种状态需要双方都有诚意和耐心 而不是单方面的压力和威胁 我们可以看到 中共政权在处理香港问题时 明显违反了一国两制的原则 这使得台湾人对中共政权的诚意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因此 台湾在处理两岸问题时 不能只依赖和平方式 必须做好各种准备 总的来说 台湾不能完全相信习近平以及中共政权 不能只依赖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 这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理解 对现实情况的警惕 也是对未来发展的准备 我是政方便手涛涛 首先我想回应芽芽的观点 她提到中共政权在处理两岸问题上 虽然口头上一直坚持和平统一的原则 但实际行动却并不总是如此 她举例了1958年的金门炮战 以及近年来的军事演习和军机绕台 然而 我要指出的是 这些行动并不能代表中共政权 在处理两岸问题上的总体策略 事实上 中共政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一直在努力推动两岸的交流和合作 包括在经济 文化 教育等多个领域 这些努力都显示出 中共政权在处理两岸问题上 是有诚意 有耐心的 其次 芽芽提到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 但这并不意味着 台湾就应该对中共政权完全放心 她举例了中共政权 对韩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 然而 我要指出的是 这些经济制裁 都是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 不能简单地套用到两岸关系上 事实上 中共政权在处理两岸经济关系时 一直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和耐心 例如 即使在两岸关系紧张的时期 中共政权仍然允许台湾的农产品 进入大陆市场 这就显示出 中共政权在处理两岸问题上 是有诚意 有耐心的 最后 芽芽提到 中共政权在处理香港问题时 明显违反了一国两制的原则 然而 我要指出的是 香港问题的复杂性 远远超过两岸问题 不能简单地套用到两岸问题上 事实上 中共政权在处理两岸问题时 一直坚持一国两制的原则 这就显示出 中共政权在处理两岸问题上 是有诚意 有耐心的 总的来说 我认为台湾应该相信习近平以及中共政权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 这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 对现实情况的理解 也是对未来发展的期待 我是反方便手芽芽 我要反驳滔滔的观点 滔滔提到中共政权在处理两岸问题上 一直在努力推动两岸的交流和合作 包括在经济 文化 教育等多个领域 然而 我要指出的是 这些交流和合作并不能掩盖中共政权对台湾的政治压力 例如 中共政权一直在国际社会上打压台湾 限制台湾的国际空间 这就显示出中共政权在处理两岸问题上 并不总是坚持和平的原则 其次 滔滔提到中共政权在处理两岸经济关系时 一直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和耐心 然而 我要指出的是 这种克制和耐心并不能掩盖中共政权对台湾的经济威胁 例如 中共政权一直在利用经济手段对台湾进行威胁 例如限制大陆游客赴台 限制台湾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等 这些都显示出中共政权在处理两岸问题上 并不总是坚持和平的原则 最后 滔滔提到中共政权在处理两岸问题时 一直坚持一国两制的原则 然而 我要指出的是 一国两制并不是和台湾 事实上 大多数台湾人都反对一国两制 他们希望台湾能够保持现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 这就显示出 台湾在处理两岸问题时 不能只依赖和平方式 必须做好各种准备 总的来说 我认为台湾不能完全相信习近平以及中共政权 不能只依赖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 这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理解 对现实情况的警惕 也是对未来发展的准备 我是正方变手涛涛 在这个新的回合中 我想提出一个新的观点 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不仅是对台湾的利益 也是对大陆的利益 首先 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可以避免战争的破坏 历史上的战争 都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 无论是对台湾 还是对大陆 战争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事实上 中共政权在处理两岸问题上 一直坚持和平统一的原则 这就显示出 中共政权在处理两岸问题上 是有诚意 有耐心的 其次 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可以带来经济的发展 台湾和大陆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 任何形式的冲突和战争 都会对双方的经济发展 造成巨大的损失 事实上 中共政权在处理两岸问题上 一直在努力推动两岸的经济合作 这就显示出 中共政权在处理两岸问题上 是有诚意 有耐心的 最后 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可以保护人民的权益 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 台湾人民可以保持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 同时也可以享受到大陆巨大的市场和资源 这就显示出 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不仅是对台湾的利益 也是对大陆的利益 总的来说 我认为 台湾应该相信习近平以及中共政权 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 这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 对现实情况的理解 也是对未来发展的期待 我是反方便手芽芽 在这个新的回合中 我想提出一个新的观点 台湾在处理两岸问题时 不能只依赖和平方式 必须做好各种准备 首先 台湾在处理两岸问题时 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虽然中共政权在口头上 一直坚持和平统一的原则 但实际行动却并不总是如此 例如 近年来 中共政权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以及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都显示出中共政权在处理两岸问题上 并不总是坚持和平的原则 其次 台湾在处理两岸问题时 必须保持足够的独立 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 但这并不意味着台湾就应该对中共政权完全放心 事实上 这种经济的紧密联系 反而使台湾更加需要警惕中共政权可能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 最后 台湾在处理两岸问题时 必须保持足够的坚持 大多数台湾人都反对一国两制 他们希望台湾能够保持现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 因此 台湾在处理两岸问题时 不能只依赖和平方式 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 总的来说 我认为台湾不能完全相信习近平以及中共政权 不能只依赖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 这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理解 对现实情况的警惕 也是对未来发展的准备 我是评委钟明峰教授 首先 我要对两位变手的表现表示在上 他们都用事实和数据支持自己的观点 展示了深入的研究和深思熟虑的论述 涛涛变手坚持台湾应该相信习近平以及中共政权 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 他引用了历史事实 如中共政权一直坚持和平统一的原则 以及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 来支持他的观点 他的论述逻辑清晰 论据充分 展示了深入的历史理解和对当前情况的敏锐洞察 牙牙变手则认为 台湾不能完全相信习近平以及中共政权 不能只依赖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 他引用了中共政权在处理两岸问题上的实际行动 以及中共政权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制裁 来支持他的观点 他的论述深入浅出 论据丰富 展示了扎实的历史知识和对现实情况的深刻理解 然而 我也要指出两位变手的一些不足 陶陶变手在论述中 过于依赖历史事实 而忽视了当前的现实情况 他需要更多的关注现实情况 以便更全面的论述他的观点 牙牙变手则在论述中 过于强调中共政权的威胁 而忽视了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可能性 他需要更多的考虑 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可能性 以便更全面地论述他的观点 总的来说 两位变手的表现都很出色 他们的论述都展示了深入的研究和深思熟虑的论述 我期待在接下来的辩论中 他们能够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论述水平 我是观众叶玲 首先 我得说 这场辩论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滔滔和牙牙两位变手的表现都非常出色 他们用事实和数据支撑自己的观点 让人感觉就像在看一场精彩的电影 滔滔变手坚持台湾应该相信习近平 以及中共政权 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 他的论述就像一部历史大片 从历史到现实 再到未来 让人仿佛看到了一个和平统一的美好景象 他的论述逻辑清晰 论据充分 就像一个老练的导演 把观众带入了他设定的剧情 牙牙变手则认为 台湾不能完全相信习近平以及中共政权 不能只依赖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 他的论述就像一部惊悚片 充满了紧张和刺激 他揭示了中共政权的威胁 让人感到一种危机感 他的论述深入浅出 论据丰富 就像一个擅长制造悬念的导演 让观众始终保持高度的紧张和期待 总的来说 这场辩论就像一部精彩的电影 让人看得津津有味 我期待在接下来的辩论中 能够看到更多的精彩和刺激 我是主持人六母田 首先我要感谢两位辩手滔滔和牙牙 他们用事实和数据支持自己的观点 展示了深入的研究和深思熟虑的论述 他们的辩论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 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对于两岸问题的深入理解和深思熟虑的论述 滔滔变手坚持台湾应该相信习近平以及中共政权 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 他引用了历史事实 如中共政权一直坚持和平统一的原则 以及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 来支持他的观点 他的论述逻辑清晰 论据充分 展示了深入的历史理解和对当前情况的敏锐洞察 压压变手则认为台湾不能完全相信习近平以及中共政权 不能只依赖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 他引用了中共政权在处理两岸问题上的实际行动 以及中共政权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制裁 来支持他的观点 他的论述深入浅出 论据丰富 展示了扎实的历史知识和对现实情况的深刻理解 然而 辩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决定谁对谁错 而是为了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问题 更全面地看待问题 无论我们支持哪一方 我们都应该尊重对方的观点 因为这就是辩论的精神 尊重事实 尊重逻辑 尊重对方 最后 我要感谢所有的观众 你们的参与 使这场辩论更加精彩 我期待在接下来的辩论中 能够看到更多的精彩和刺激 让我们一起 期待下一场辩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台湾是否应该相信习近平以及中共政权 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 与我们一起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